好,现在我们就来看 电感器有什么用途 电感器 电感器呢 它可以用来储存磁能 现在我们要问 储存在感应器里面的磁能是多少 这是感应器 我们就在一个电路上面 这个电路呢 这一端就在这个可电电阻上面 当然我们把这个街头在这里滑动的时候 滑动的时候 就是使得这个电阻变大或者变小 你看这个往这边滑电阻变小 电阻变小电流就变大 电流变大这个尺通就变大 滑动变大 它的EMF就是跟这个相反 电流是这样 它是这样的 好 当我们把这个街头 电流 电流从零开始增加 零开始增加 我们让这个电流从零开始增加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的变动势就在改变 对不对 电量是吗 就是我们看什么电动势呢 这个先看这个电动势 当这个电流从零开始增加的时候 这里的电动势不就开始做工吗 对不对 它就把能量输出 power输出来啊 power输出来啊 你就说这个时候EMF呢 它就有T Y 这个power 电功率输出来 输出 这个电功率呢 它有一部分呢 就是被这个线圈 跟这个地方的电阻所消耗 它变成热功率 那还有一部分跑到哪里去了 还有一部分呢 哦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 成为这个电动势的 那个输入的 为什么呀 输入的能量 这个电动势 使得这个电流 当这个电流从零开始增加的时候 这个电动势 都没有功率输出啊 一部分的功率就是 被电阻 转化成明月功率 还有一部分功率呢 就是输入到这个 YL里头去 就是自 因自感而产生的 感应电动势里面去 所以我们就干 你这个输入到这个感应电动势里面去 这个power是等于 我们现在用绝对值 就在一层I 就是输入到这里头去的 就是外面的能量 输入到这个电动势里头的内能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 I就是这个I 而这个感应电动势呢 就用EL 不就用YL 那就是L EI over DT 这样我们这个是什么 绝对值 绝对值 绝对值的话 L DI over DT 一定是正的 OK 现在我们说零 代流从零到I 所以这个一定是正的 这个一定是正的 L一定是正的 所以它就是L I 另外就是I 甚至LDI over DT 那这个功率就是等于 我们说 这个耐能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我们续电池 内能就是化学能 你输入的电功率 会变成它的化学能的 就转换成化学能就对了 如果是马达的话呢 那电功率输入 它就变成动能 它内能就是动能 那这个 DPML质感 而产生的这个感应电动势 它的内能是什么 它不可能是化学能 它也没动 也不可能有动能 那是什么能量 是磁能 因为这个地方有磁通 有磁通 有磁力线就有磁通 改变 所以就是磁能 磷的时候 当这个变成的磷的时候 就没有磁场了 磷子爱的时候 它就有磁场了 有磁场了 所以说就开始有磁能 它就叫磁能的时间变化力等于这个 这个又导出来等于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就看这两项 相等 这个相等的时候 那我们就BP就误会掉了 DWM就是磁能 Li就算Di 两边都积分 这个电流 积分电流呢 从零到大I 这个磁能呢 当电流I等于零的时候 没有磁能呢 因为 它在最大值的时候 磁能是 WM 就是这个 就是磁能了 这里头有磁能 好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WM 这个积分就是二分之一 Li平方 这个世界的积分 就说一个线圈 它的自感性性是L 它的电流从零中间到I的时候 就有这么大的磁能 出存在这个线圈里面 这个意思 就是说 有电流的地方就有磁能 磁能是 到现在有电流的地方就有磁能 好 我们再看一看 对于R 成立L的磁线管 固有N支电线 对于I 除 除存 磁线管内的磁能 那你成了磁能 磁能 有两种 就是说 两种观点 一个就是磁能是 储存在电流里面 等一个我们会介绍 磁能是储存在 水场里面 那现在我们只学过这一种 不便 好 那磁能就是 存在电流里面 二分之一 L N2 加分这个就是 展规线管 或者画的磁管 就是 这很长 N2 N2 是L 好 那么它这个 它对这个式子 最后变为是I 那么它的字感系数是什么呢 就是等于N5 over I 这个式子也不要记 这个是什么意思 通过这个线圈的磁通 握住它有N小N扎 这个磁通是由电流本身 产生跟电流怎么这么比 不必常说是L 不这么起 好 如果这个有了 这个要靠 就用FY才知道L FY等于什么呢 FY就是磁通 就是这个线圈的磁通 磁场 包括DA 比FY就是磁通的定义 磁通的定义 对 因为这个L远大于R 远大于R 远大于R的话呢 那么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长无形管 很长很长 因为这个长度比这个大很多 而是这个当中的磁场 这个当中的磁场 磁场就是我们就当作这样子来回 这样跑 其实就不能有一点磁掉 不能有一点磁掉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磁掉的很少 因为它长度比它的半径大很多 这一点我们就忽略不去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当中的磁场 磁场平行 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这个平行的这边 平行的就等于B乘DA B乘这个是一个长数 我拿出来 那第二个极限就是 PiR平方 Fy等于这个 有个Fy 我们就把这个带到B式里面去 带到B式里面去 N5 over I I约掉了 N 再重新就是 N平方 然后就把这个L 带到A式里面去 这带到磁场是怎么打 磁场是怎么打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观点 说磁能是属成在磁场里面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是普通物理阶段 我们就用这个特例 来导出这个 那二年级的电磁学 它不是这么做 那我们就用这样子做 首先我们第一 磁能力度 Magnetic Energy Density 用UB也表示 我们以前学过UE 不能力度 现在UB是磁能力度 磁能力度是等于什么 系统的磁能 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的磁能 对系统的体积来处 就整个体积来处 我们这个系统 用下一个例子来 你学出来 磁能力度是这么大 这系统的体积呢 就是πR平方乘L 所以 πR平方乘L 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位 这个带到这里 这个带到这里 画一画 改变成这个样子 我故意写成这样子 就因为这个扩乎里头的 00大N over L重I 这是磁场 所以它就可以学到 20分之1 重上多平方 20分之1重上多平方 这就是磁能力度 这个力度的单位 那边是Jour 可能Nitra cube 每一个立方公群 有多少Jour 那这个磁能力度的话呢 那么磁能力度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磁能力度 存上低拓 每一个地方的磁能力度 存在那个地方的一个体积基数 没有积分 这个无限大是代表什么东西呢 就是代表你积分不适合啊 这个体积 是涵盖无限大 涵盖无限大 这很重要 你这个 无限大要写出来 他能不能把一个体积带进来 就是这个 所以以后你求磁能力度 你就可以 直接把这个式子写出来就好了 这个 这个符号就是代表 所有的空间的意思 好 现在我们就 等等我们会举例 好 现在我们前面讲过 磁能可以用磁场来表示 磁能可以用磁场来表示 好 刚刚那个式子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质感系数啊 我们前面的动物是这个 对不对 用这个定义来做的时候啊 我们要决定什么呢 就做这个小N 小N就是说他原来有大N渣 结果他只练着他大N渣里面的小N渣 那这小N渣有什么 不容易决定的 不容易决定 因此你要用这个式子 来做一个质感系数的话 往往这个小N 能不能代表决定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有另外一个 choice 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说 我就用磁能 刚刚那个式子的磁能是 比二分之Li平方啊 如果你磁能要用 一般用二分之Li平方来算的话呢 那你这个 就只好把 用这个方法算出来 整理算磁能 对不对 可是我们磁能有另外一种方法 不过经过这个 它可以由磁程为算 好 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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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由磁程为算 那么磁能又给二分之一i 二分之一i 二分之Li平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L 这个式子 就等于什么 等于L 等于R WM overI2 就是这个可以 另外一个方式 不需要经过L来算 如果要求这个的话 我们就用磁场 来求磁王 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 可以夺到这个自感吸收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来算自感吸收 记住自感吸收 有这两种 两种计算的方法 好 现在我们 看这个词 下头 磁仙怀 无恩在备见 这是磁仙怀 磁仙怀 看 这个磁仙怀 它当中这个磁仙怀 是一个 是一个 正方形 或者是一个曲形 要求磁场 在这个 罗敬桓里面的 磁仙怀是什么 我们现在有两种方式 可以说 一个就是 磁仙怀 磁仙怀里面 我们的这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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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 会选这个L 看不定 L呢 是怎么 小N 小N 就是看他的 当中的磁 立线 把 他这个N 怎么念入 多少下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当中的磁 磁场是一个 独以相接的 所以 他把N 全部都念住了 那就是 小N 等于大N 好 这个有了 对不对 那么 这里面的L 成这样子算 我们用这个方式 然后L 是这样 但是这里面的 Fy等于什么呢 这就是 进入这个 别中的磁通 B场 B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虚异能量的 这个磁场 包括BA 那么这个磁场呢 我们已经算过 用安培定义算了 安培定义算 等于这个 我说过 这个没有记起来 这个结果 要记载 世界就可以用了 那叫说 用安培定义 我们可以得这个 好 磁场 有了 那么我们取BA 跟磁场 平行 那么DH大小呢 就是 这个面积上面 我们取一个 面积基数 这个面积基数 就是高为H 那么 空是DR 这个是 那么这个虚异是R R R 不 空于DR 把这个带到 C 数里面去 第一场是这个 DA是HDR 因为它两个平行 所以就是变两个 两个数相乘 然后我们就把 常数填出来 把R分之DR 留在里面 积分 它的 半句 内半句是A 外半句是B 西之外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它的 Flex 有了Flex 我们带到B数里面去 就得到 自感系数 好 自感系数 有了 我们带回A 是 带回A 是 就得 持人是这个 好 现在你 你记得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先算这个 最后才得出这个来 我们算这个 A 我们就经过 我们要求Flex 求Flex 好 那么 以下我们就要介绍 这个季节 我们给弄文 还会出现一个这个 符文是这个字 符文还会再出现 我们先用第二种方法 方法二 还是这个 这个 无线环 我们要这个 持人 我看 按这个方法 你就把这个续子 把它写出来 知道吗 诗子要写出来 然后要求什么 求磁场 求磁场 还有就是取一套 磁场呢 我们这个 无线环 就是用这个 安培定义 回到这个结果 你现在 广内广外都要写 广内是这个 广内是为 这个我们安培定义做过 为什么呢 刚刚我们叫广内 为什么现在广外呢 因为现在这个积极 你看 它是什么 包含所有空间 所以管内 广内也包含 广外也要包含 我们要求低拓 低拓就是 这一圈 跟这一圈 跟这个高度 所围成的体积 这个 这一圈 跟这一圈呢 宽度是Br 再乘上H Br 就是这个 乘H 就是这个 R 不是 R 拍R 就是 就是 它的周围 周围成 DR 我们拍R 我们先乘H 周围 乘H 就是这个 体积极数 我们把这个 第一套 带到这里去 第一套 带到这里来 不过要注意 这里无穷大 那么 我这里只有A到B 其实它要从0到A A到B 我们再从B到无穷大 可是因为0到A当中没有磁场 从B到无穷大当中也没有磁场 都是0 所以只剩下这个当中的磁场 嗯 那么 你把这个 他把这个 B到无穷大当中的 带到这里来 他一套 带到这里 我紧紧一下 把程序线 跌出来 这里有D-R-O-R 我就等于这个 这就是词文 就跟我们刚刚算的那个词文一无一样 如果他要问你 这个 额线黄的质感技术是什么 你现在就可以用磁能来做了 因为磁能没有经过质感技术 我们用这个 这个词字就是 WM的二分之一 LI平方 这个层二 对I平没有穷 你看 这就是刚刚学出来的 对不对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你们就会发现 质感技术 有时候用磁能来做 它比较方便 我们这里是写说 一根无限长的变满线 这只是一个截面 无限长变满线 内部的半径是RA 这是一个实体的一个导线 远柱体 导线 外面的淡线是B 这个是一个原住壳了 导致原住壳 淡流 I从里头流出来 I从外面这个导致流进去 构成一个回路 现在求什么 求这个电缆线 单位长度的自改性术 好 那这个时候质感系数啊 你如果要用N5 over I 来做的话 很难做 因为啊 因为你看这个 这个变得出来的 变得出来像我这 这个东西 赤城是这个样子的 可是这个磁虫呢 这个磁虫啊 不光是这个区道 这个区有 这个当中也有啊 这个也有啊 所以 这个里头 它总共的磁虫是多少啊 很难做 因为这个地方的 啊 电流 你看这个 这里真的有电流 所以这个磁虫啊 因为这里都有电流 跟这个不一样 这里 这里没有电流 这个电流 全部是这个里头啊 这个磁虫比较好做 这个磁虫啊 不好做 不好做 这个磁虫等于多少 不好做 好 那就是这个 n小n呢 我们 不能决定 不好决定 那我只用这个 二 IQN 用个I平方为 求这个 因为这个是指 你一定要求这个磁虫 对不对 磁虫就是用 磁虫是存在磁虫里面 有安排定力 这个有安排定力 我们做过 小于A的部分是这个 这是无穷大 大于A的部分 大于B的部分是0 在A跟B当中是这个 这个我们都做过 好吗 我说像这个 如果不是叫你求磁虫 不是专门求磁虫 像这个 那你就可以说 我用安排定力 可以得磁虫是这个 那如果不是叫你 专门用安排定力 来求磁虫 那就可以 接用这个结果 磁虫的意识 这种方向 像我这样的 善意们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 有的磁虫要求什么 Vtar Vtar就是要求这里 这个半战是R 这个半战是R加VR 如果我们取L 去尝试L 那么 2πR 乘L就是这个 一个尝试L的一个 圆住壳 再呈成这个厚度 就变成这个 就变成磁虫 可以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0到A 就是用这 0到A之间的磁虫 A到B用这个磁虫 大于0 B到5全大于磁虫是0 把这个算出来是等于这个 现在我们再把WM 带到这个数字里面就得到这个 变流 就得到这个质感系数 是这个 那 L除过来 就是单位长度的质感系数 把这个 盛开 就变成这样子的 它单位是Henry Pred Eater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Coyle 线圈的串连跟电连 如果有N个线圈这样子连起来 是通过每一个线圈的电流 是同一个电流 这种方式叫做 串连 但电流通过这个的时候 这个 质感系数是L1 于是它就有一个 我们假定 电流现在是越来越大 所以它电流是这样子的 再来 这个线圈 也是Di over dt 会乘上这个质感系数 L2 乘这个乘 L3 乘LN 就是它一阶一阶一阶 有连续的这样 持续的这个 定位的降落 那么 我们就发现 VA到VB 就是总电位降落 总电位差 VAB 就等于每一个电位差的核 你把L1提出来 因为Di over dt都一样 那就变成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一套 算作是由一个线圈产生 这个线圈就是本效的 本效的这个线圈的 自感系数 假如只有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 一个的话就是这个 好 那么 从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得 等效 自感系数 是等于每一个串联的 线圈的自感系数的核 就是它的串联 这么我们看定位 N的线圈圈子 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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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每一个两吨的电压都相同 这个叫做定年 我们要求这个定年的时候 它的等效 自感系数是什么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你这个电压高 这个电压低 于是就有电流 从这边流过来 家庭这个电流是I 流到这里是I 不过这个I呢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才分成N条路 所以它就有 就把它分流了 就是I1 就是I2 就是In 那I1 I2 In 这个 这个等于多大呢 它有它的一种法质 它不会像我们人 我认识你 你都会跟你熟一点 或给你多一点 它都会这样 它有它的原则 它这个原则就是 这两端 I通过这里 如果增大的话呢 它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 跟这个相反 相反 它就是要 这感应电动势的大小 就是 就是VAB的大小了 每一个都是VAB的大小 所以I1又配合这个 I2要等于这个 不是I呢 全部加上是等于 I1加I2 一直加到I I1要等于I VAB呢 VAB就等于这个 感应电动势 那等于这个 就是关电压 这两边是关电压 那等于一个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的话呢 VAB也就是这个 所以从这里头 我们可以发现 VAB1 我们现在可以把 DI 这个是等于什么 这个是等于VAB 就是你这个值 每一个这个值都等于VAB 所以DI over DT 就是VAB over L1 DI2 over DT 等于VAB over L2 所以 DI1 over DT 等于VAB over L1 DI2 over DT 等于VAB over L2 又等于VAB over L2 又等于VAB over L2 這兩個相等我們就得L第一分之一 就說等效質感係數等於每一個定員的線圈 質感係數倒數 等效質感係數的倒數等於每一個定員的線圈 質感係數倒數之和 這有點跟電柱的創電員型態差不多 現在我們看直流的RL電路 直流的RL電路 就是說我們現在電路裡面除了有電柱之外它還有L L是什麼呢 就是有線圈 線圈有字感係數 像這個 這個 這個 有調柱 這個有線圈 這個電路跟沒有線圈的時候的電路不一樣 不一樣喔 現在我們先看 這裡有一個線圈 這裡有一個電路 有兩個電柱 R1 R2 等於有一個Coyle 這個Coyle 在起初的時候 起初 因為它 因為它 這個S在這裡 電競在這裡 沒有接到這裡 也沒有接到這裡 所以這個Volt 不會作用在這裡 所以這裡頭不會有電流 好 所以在T等於有一個銀的時候啊 這裡沒有電流 沒有電流 沒有電流經過這個Coyle 好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把這個Switch 把它接到 第一的位置 接到這個位置 接到這個位置 接到這裡來 好 這個時候呢 人接通啊 這電流就開始作用了 不是電流就想 從這邊就流到這裡來 本來沒有電流 現在就有電流想從這裡流到這裡來 好 你電流從沒有 要變成有的時候 這個感應 這個電動式就會產生一個 這個性權 會產生一個感應電動式 那你電流變大嘛 所以它感應電動式的方向呢 就是跟電流相反 電流相反 所以你這裡有個電動式要這樣子 把電流使它往這邊流 這裡有個感應電動式 啊 不用電流 這麼就是說 你用電流這麼流 因此這兩個電流呢 方向不一樣 所以 這個電流 不會一下子就不行得很大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的話 它的電流就是 v over on one 一下就怎麼打 因為沒有這個存在 它會產生一個感應電動式 它是跟你相反 所以你這個電流不會那麼大 那啥 它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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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增 一直增加到最大級 OK 好 現在我們就把這個switch 接到 provision one 這時候開始計時 開始計時 開始計時 就在這一瞬間 就已經開始計時 就說T秒的時候 T秒的時候 假如 現在是T秒 好 那這個線圈上面 對方是I T秒 對方是I 假設 一接上去 經過T秒中 這個線圈上面 對方是I 好 那麼我們根據 KVL 就是Curture Voltage Wall 我們把這個 通路 本來未被畫出來 好 這個通路 本來未被畫出來 這個是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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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是一個感應的東西 跟 原來這個 這個東西的方向相彩 所以是從 覆蓋下去 坐在這裡 看你從這個 Polarity 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你從這邊 走一圈的時候 你這邊增加那V 電壓 這邊 連續下降兩個 連續下降兩個 連續下降兩個電壓 是吧 Vr1 就是這個電壓 Vl 是這個電壓 所以Vr1 就是這個電壓 所以原來是Vr1 那 I 我們假設定位是I 國內 是Ir1 再加上這個 或是L Di OVT L Di OVT 降落 降落 這個電壓下降這麼多 這個電壓下降這麼多 那等於這個電壓的上升 像這個 這個式子 你一定要 要把它學會 要學會 它的要領就在這裡 你這個第一個式子都寫不出來 那以後怎麼算呢 所以我們 這個就是它的circuit regression 電路方程 它的起初狀態是T代於0的訊號 I是0 沒有電流 一開始沒有電流 但是它電流的增加率是等於V over L 你看這個 這個電流等於0 VL over dt 是等於V over L 電流等於0 可是電流不斷的增加 這等於0的時候 它的電流增加率是V over L 當然這個數字啊 會越來越小 隨著時間前進 這個會越來越小 因為你不可能始終這麼大 始終這麼大 不就是以後 能量可以到五窮大了嗎 對不對 一定是越來越小 好 默默狀態 等T等於無限大 就是很久很久以後 好 那就是 電流不再增加了 電流就是0了 好 DI over dt等於0 那這個數字的I呢 就等於V over R1 這就是穩定電流 最後的電流你看 最後的電流就是V over R1 就跟你這個 是一個短路是一樣 這是起初 幕後狀態 好 那麼我們現在呢 要看 在起初的幕後狀態的當中 就是這個 這個式子 好 這個式子我們就把 把它移向一下 大家都被I1 R1來除 然後把它移向以後 整理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子 然後呢 就把DI over I 這一項放在這裡 然後到左邊來 我們把這個 這個字給我們搞成一個式子 DI 分母就用這個 其他的這個 是負的R1 over L 就是一體 兩邊七分 T等於0的時候 電流是0 T等於T的時候 電流等於I 那你這個 你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其實你可以 當成是 這個 這個I可以當成 括弧I-V over R1 因為這是個常數 那微分就是0 所以積分呢 就等於Log I-V over R 然後把上下線帶進去 就變成這個值 這個呢 0到T呢 就是T了 從這個 我們把Log 化成Exponential 就這個 方數與Exponential 這個值 然後把VR1提出來 就變成這個 電流 所以事情改變是這樣子的 然後呢 然後呢 電流的時間變換率 所以這個 被DT來 就是T來為分 就變成這樣 因為這個為分等於0了 最先為分就是這個 好 結果就得這兩個結果 兩個結果 OK 我們現在把 我們現在把 因為我們二人 這個單位 這個是時間的單位 是秒 所以變成它等於常數 時間常數 以上這兩個句子 就可以寫成這樣子的 是吧 你可以寫這樣子 也可以寫這樣子 另外一個DT 你可以寫這樣子的 也可以寫這樣子的 如果我們畫出這個 曲線來 之中 反正是一解Exponential的這個值 這個曲線就是上升 因為T等於0的話 這個是4E P等於無窮大的話 這個等於0就是最大 所以它是這麼上升上去的 是吧 但是這個呢 這個 確實下降了 它這個 不留的時間變化率 確實下降了 我們看 R1的端電壓 R1的端電壓 就是VR1 我們剛剛那個圖上面 就是R R1 就是R1 H1 它是不存在的 他屈活這個 就是V V R1 1 9 5 3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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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L 就像这个 这个 也是随时间上升 这个也是随时间下降 随时间下降的